关心病最可怕的不是吸烟 一天中若常做这二件事 疾病会加重 王大婶儿看见杨大爷在阳台偷偷的抽烟 生气道 你怎么又在抽烟 得了关心病是不能抽烟的 杨大爷说 我的情况我自己知道 抽烟不算大事 不会对心脏有什么害处的 你别操心了 王大婶儿摇摇头说 真抽人 该怎么说服他 一天天静干一些让人糟心的事 关心病 只是冠状动脉受到周样硬化的影响 造成动脉血流受到阻碍的心脏病 按照杨大爷说法 抽烟真的不会对心脏造成伤害吗 关心病最可怕的不是吸烟吗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心脏中心副主任医师指出 吸烟会促进关心病的发展 要知道 在日常生活中 引起关心病的因素有很多 主要有五大高危因素 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 吸烟以及老龄 所以 一般情况下 什么因素能导致周样硬化的情况 恶化的最严重 什么因素就最可怕 像杨大爷一样 很多患有关心病的人都觉得 吸烟对心脏的害处远远没有高血压 高血糖大 其实不然 在烟草中 尼古丁是主要成瘾物质 它能在极短时间内到达大脑 使吸烟者产生轻松愉快的感觉 但是 它也能让心脏的负荷增加 促进血压的升高 甚至还能让周样硬化 瞬间堵塞血管导致心梗 一天中若常做这二件事 关心病会加重 张阿姨今年54 由于喜爱吃猪脑的食物 她患上了高血脂 过了一年 又被诊断为关心病 即使身患这么严重的病 张阿姨还是坚持在家办公 长时间久坐总是让她的下肢浮肿 再加上张阿姨一如既往地吃着富含高脂肪的食物 最终还是导致了心梗的发生 家属非常心痛 同时也非常不理解 才年过半百 为何就这样早早去了 医生摇头道 一天之内做了两件错误的事情 这样怎么能身体好呢 家属不解 忙问道 她到底做了什么事 平时按时吃药 又不抽烟 平时情绪从来不激动 为什么还会心梗呢 医生说道 虽然按时吃药降脂 但是总是没作用 是因为什么 因为平时的饮食总是高脂肪 平时总是久坐 一天之内做了两件不利于身体内的脂肪消耗的事情 自己一点都没有察觉 这样怎么能不出事呢 关心病患者应该如何保养自己 关心病患者大多在饮食上控制不住自己 在此提醒两点 以控制高脂肪 高胆固醇食物的使用 少吃动物内脏 许多关心病患者对使用动物大脑的危害没有概念 以牛脑为例 每100克牛脑就含有2447毫克的胆固醇 还含有11.0克的脂肪 而猪里肌所含有的胆固醇只有55毫克 脂肪7.9克 这种数字上的对比才能让人直观地感受到 动物脑是关心病患者绝对不能吃的 2.饮食以蔬菜水果全穀物为主 蔬菜水果全穀物中本身含有较少或者根本不含脂肪 这样的情况下富含的可溶性膳食纤维还能减少血液所吸收的胆固醇数量 长期坚持这样的饮食对血脂的控制非常有帮助 关心病是一种心血管疾病 预防与管理非常重要 杨大爷和王阿姨的案例警示我们 吸烟和高脂饮食是关心病患者必须警惕的两大杀手 烟草中的泥骨丁会加速周样硬化进程 甚至诱发心梗 同样长期高脂饮食和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也会增加心梗风险 为了控制病情要坚决戒烟远离烟草 还要调整饮食结构减少动物内脏动物脑等高脂肪 高胆固醇食物的摄入而以蔬菜水果和全穀物为主 同时要避免久坐以免增加形成血栓的负担 关心病的十种情况身体出现了提醒你去检查下 一睡眠异常 晚上在睡觉时有可能感觉到胸闷憋气 这时只能通过坐立等姿势来缓解病症 同时在白天平躺时也可能感觉到突然的心急疼痛 呼吸困难等 同样也需要站立才能缓解 二体力不支 患者在进行体力活动时有可能出现胸闷气短等情况 通常休息一段时间后就能得到缓解 三运动异常 通常在进行某些运动时会感觉到自己出现头痛 腿痛等相关关心病的症状 四脉搏异常 有时在检测脉搏时能发现自己的脉搏不齐 会出现不明原因的心跳异常情况 比如突然加速或减慢 五外界刺激 有时在吃饱饭后处于寒冷环境下 受到惊吓导致胸痛心悸等情况出现 同时部分患者还会听到周围噪音从而引发心慌 胸闷等症状发生 六大小变异常 患者在用力排便时 可能会出现心慌气急胸痛等情况 七咳嗽歌痰 当关心病患者出现新功能不全时 就会因为肺部充血 从而引起咳嗽歌痰等情况出现 一般嗨出的痰液量相对较少 不过病情严重的患者会出现粉红色泡沫痰 八胸闷 胸口疼 当关心病发作时 受到最主要冲击的就是人体肱穴系统 这时病情会造成心脏的肱穴不足 就会导致患者出现胸闷 呼吸困难 胸口疼痛等症状 通常患者发作时 主要的疼痛大部分都处于胸口处 类似于胸口被击打的感觉 而病情较为严重的患者 疼痛还会扩散到手臂 背部等地方 九 头晕目眩 大汗淋漓 当关心病造成宫血系统出现损伤时 就会导致身体的心跳加速 以此来维持机体正常的血液循环 这时身体就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 所以这个时期的患者就会经常感觉到突然有头晕目眩 大汗淋漓的情况出现 尤其是在经历过运动或做重体力活之后 格外明显 十 乐心肝呕 打嗝 这个情况与消化道疾病较为相似 所以很容易出现误诊 当患者的冠状动脉出现异常情况时 比如出现胸痛 胸闷 呼吸困难等 就会影响到消化系统 从而造成患者出现长时间打嗝症状 有时还会伴有不同程度的恶心肝呕 观心病大多出现在中老年人群 尤其是患有三高的群体 或具有遗传性观心病的群体 这些人群如果有以上任何症状出现 都需要及时前往医院进行详细的检查 如果确诊为观心病 就需要及时进行治疗 这样才能避免病情继续加重 对于已出现观心病的人群来说 最好每半年到一年时间 前往医院进行复诊 以便详细了解自身病情的变化 观心病的主要不良因素 可以归纳为以下七类 首先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 高磷 吸烟 肥胖 以及家族遗传 简单归纳一下 就是四高一抽 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 抽烟 以及高体重肥胖 这些因素可以导致冠状动脉周样硬化 狭窄 闭塞 进而引起心肌缺血的一些症状 另外 不良的生活方式主要就是长期的紧张 熬夜 长期的久坐 运动 运动减少 长期的过量的饮食 导致了高脂 高尿酸等等一些因素可以导致同时还有血糖的增高 这些都会导致血管慢慢形成了周样硬化 若患者一旦被诊断为观心病则需要长期且终生的服药治疗 另外还需要积极进行生活方式的干预 否则可能会导致出现心力衰竭 心率失常 导致缺血性心肌病甚至出现猝死的情况 那么应该如何预防 首先其有四道防线 一 第一道防线就是在还没有发生观心病的时候 进行积极的治疗 进行高危因素的管理 其中就包括了控制好血压 血糖 血脂 体重以及吸烟等等危险因素 二 第二道防线就是已经出现了观心病 要防止其出现严重的后果 也就是心衰 心率失常 心疾病 防止观心病的进一步进展 三 第三道防线就是当其已经出现了这些把器官功能的损伤 这时要防止患者出现猝死 因为观心病人是猝死的高危人群 患者要积极地预防防止发生急性的心脏的意外 四 第四道防线 第四道防线 关心病一旦发生 将是一个终身的疾病 患者需要进行终身的服药 防止在发作 就算是心肌梗塞 经过了积极的药物和介入的干预之后 还有可能再次发生第二次心肌梗塞 因此 这点也是预防的一个重要的环节